大家好 我是楊紫青 今天會為大家製作一個紫青系列的花 而這個紫青系列的花 預意著甚麼呢 就是紫氣東來 青春上住 YEAH 我現在開始插花了 首先我會先插紫色的花 我平時都很喜歡自己在家裡插花 我長久不久都會買一些花 回家裡插 我很佩服花藝絲 可以把花插得很有層次 顏色分明 很漂亮 因為我以前買回去插的花 買完就放進花瓶裡 久而久之後發現原來是可以再漂亮一點 我就多了問他們 應該怎樣插 應該怎樣製作 我就多了一點概念 不過都還要繼續進步和學習 而且近年接觸多了不同國家的花 不同品種的花 所以現在自己去選花 都會花多了心思和講究一點 雖然你問我 我都說不出話 他們來自哪裏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喜歡送花給女生 我現在開始 譬如朋友生日 或者突然見面喝咖啡的時候 我會突然送他們一枝花 一雜花 或者小小一棵花 他們會很開心 當我見到他們很開心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很開心 好了 這個紫青系列已經完成了一半 是不是很期待呢 剛才問了花藝絲 他就說 插完主要的大花之後 就要把孔孔填它才漂亮 這個就是我平時比較忽略的位置 就是當我把主要的花拆完之後 就好像有它一樣 就沒有那麼漂亮 你要有些高有些低 就不可以全部齊齊齊地去 全部放在一起就會比較單調 我想我媽媽應該很驚訝我 這麼有耐性在這裡插花 因為我平時都是買完一束花 就逐剪接著放進花瓶裡 新年了嘛 當然要有些新器 選了少少黃色去做點綴 好 放在哪裡呢 好 我決定把它放在後面 剪綴一下 因為主要今天的主題是紫青 所以我們不可以圈奔奪煮的 所以它們放在後面 然後紅掌新年嘛 一定要紅紫掌來的 放在哪裡呢 好 放在這裡 好 耶 完成 送給明報周刊的讀者 祝你們 花開富貴 笑口常開 套年有什麼目標呢 我希望套年可以繼續在電影方面 好好拍攝不同的角色 揣摩不同的戲露 除了電影方面 希望可以參加一些作品 可以參加影展或者提名等等 而最大的目標當然是獲獎 希望可以在不同的方向 讓大家看到我不同的形象 不同的角色 除了打之外 希望大家都會欣賞到我 很努力學習的演技 希望我的目標可以快點達成 每一段會兒 改一段的電影 為其他就是 每一段時間 我可以參加 在哪一個石頭 都會看到 我們要進行 那邊 都會有都是